达沃森你只看到了一面 从来没有人说出过真相 绝对的真相 我可以告诉大家 不让你用一维紧书 不让你吃情号术 不让你用枪力亏 100%的是一个完全可以告诉大家的 是一个人类的大犯罪 这个犯罪的力量背后 就是可以查得到的几个招者 谁控制了一维紧书 谁控制了枪力亏 谁控制了当时的新这个办法 大胡子一声这是对的 可是谁都没想到 这背后是谁来控制这个 不让你说帮凶就撒媒体 谷歌、Facebook、Twitter、YouTube 百分之百 就这几个人 说加一起撒人 合的合毛者不超过十 他们绝对是执行者 像CNN啊像什么BBC啊 第二个 世界上一共就四个政府 有这个决定权 美国、欧洲 它是领导这件事儿了 美国、欧洲里边也有两三个人 一下去有两三个 这六个人 也就四五十个同谋 达到的目的是什么 只有两条 让昭哲地欠下的保险费 让昭哲地不能容忍的75亿的人口 不听他们的话 甚至要革命还在觉醒 还有太多人要过上了好日子 他们觉得要把他们消灭 所以只让你打疫苗 病毒的恐惧是让大家 叫你打疫苗 疫苗是七个全人类全地球的第一个说的 病毒不是危险的 疫苗才是灾难 疫苗才是目的 伊非锦柱和青豪素是昭哲地的最大的恶梦和杀手 而且也留下了让大家找到昭哲地的线索 跟拍电影似的 他跑不了 达沃斯论坛 还有媒体 这些大佬的 绝对2025年以前 所有这些人都会受到人类的正义承讨 而且新中国联邦人士 世界上最伟大 最幸福 最阳光 新的阳光的 不是昭哲地 是太阳的力量 是一个阳光的力量 是太阳光的力量